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了解日本的文化 其实学校课程来说的话 他们学校课程也有被日本文部科学生 就是教育部就是指定认可的一个 准备教育课程设置机关之一 那这个是从将近七八百所语言学校里面 只有大概三四所学校可以取得 那相对的其实代表着学校 在教育还有师资有一定的水准之上 那我们还想要了解更多学校的特色吗 那我们还有比方说学校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呢 那我们非常荣幸的就是邀请大员日本语学院 担任台湾留学生事务协助的沈老师来帮我们说明 那我们欢迎沈老师的出场 哈喽 沈老师你好 日本车车的黄小姐你好 非常谢谢你就是开场对于大员的介绍 那接下来就由我来为线上的同学 或者是朋友们就是来进行我们学校的简介 是 再麻烦你 那再跟大家打招呼一次 各位线上的朋友你们好 我是位于东京的大员日本语学院的台湾级职员 那今天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 由日本村还有大员日本语学院 共同这个企划合作的线上说明会 本来呀这个时间点呢 通常我们都会直接飞到台湾 然后跟大家现场面对面的说明 或者是开相关的流水展说明会等等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我们没有办法就是飞过去 所以就是以这种线上的方式 来和大家说明我们的学校 那大员日本语学院呢 大概有十几个国籍的学生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会针对每一个国家的学生 去做相关的线上说明 那今天呢 我们第一场的线上说明 就献给台湾的大家 是不是很棒呢 是 对 好 其实呢我现在非常紧张 但是又很兴奋 对 因为可以就是直接跟台湾的你们说话 嗯 那现在我知道今天其实要补班 对吗 今天要补班吗 对对对 所以呢 如果你现在在公司呢 可以偷偷用手机呢 看一下 或者是 你本来就是今天要上课的话 可以休息一下 偷偷看一下的话 对我们都非常 欢迎你可以今天记住 大员日本语学院这个名字 好 是 那么今天呢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概会分四个部分来做介绍 第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学校的影片部分 第二个部分呢 是学校的PPT简介 那第三个呢 对 我有邀请这个神秘的这个 嘉宾的这个主页生 来问我们现场连线 那最后就会开放给线上的大家 对于学校或者是日本留学有什么问题 都可以欢迎大家发问 好 是 还蛮期待 比一个神秘嘉宾 对 对 好 那就麻烦日本村的黄小姐 帮我们播放 学校的影片部分 请大家可以观看 是 大家好 我是大员日本语学院的在校生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 大员日本语学院 学校法人大员学员于1954年创立 全日本从北海道到九州共有107所学校 2003年大员日本语学院成立 并于2018年8月启用全厅校舍 学校位于江户川区租营新宿县 船决车站 从车站走到学校需要多久时间呢 我们实际走走看吧 只需要大约3分30秒 非常近 我们来看看大员的内部吧 一楼大厅有许多座位 让学生们在此交流以及用餐 同时呢 设有微波炉能让带便当的同学们使用 学生交流区旁边呢 就是事务局 事务局里有许多不同国籍的老师 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 完全不用担心女人问题 有关学生交通定期券也能在此询问 二楼呢 是教职员室 除了上课内容 升学及就职方面 老师们也能给予很大的帮助哦 教职员室旁边呢 就是图书室 贴心小提醒 学校123楼有免费wifi哦 这里呢 有许多书籍 能自由取悦 还有令你的升学就职资讯能参考 三楼设有自习室 以及面试练习室 不论升学或是就职的面试呢 都能在此与老师模拟练习 八楼设有和室 这里呢 是老师们教导学生有关日本文化的地方 夏天还有和服体验的活动哦 九楼设有穆斯林礼拜室 里面有标示礼拜方位 以及设有洗净设备 顶楼呢 有休息区以及自动贩卖机 学校的自动贩卖机 除外面的贩卖机 只有二三十日币哦 对题只要八十日币 一楼也有贩卖机 还有西燕区 再往外走一些呢 就是脚踏车停放区 接下来有许多课外活动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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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湾的水中 大家好 好 以上是学校的简介影片的部分 这个影片其实也是台湾的学生帮我做的 刚才在影片中出现的 拿着这个小爱心的同学 那他现在也已经成功的就职成功了 对 那非常的谢谢我们台湾的同学们 那接下来就让我用这个PPT来跟大家 就是更清楚的说明一下学校的相关的位置 以及学校的上课的各个的情况 好 那学校法人大员学员大员日本与学院 那首先呢 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呢 也列出来可能对台湾的学生会非常的有兴趣 就是这个漫画或者是深优的相关的专门学校 那今年也有一位学生成功入学这个专门学校 那第二个部分呢 在大员 在日本人的这个心目中啊 是就职率非常高的一个平台 就你走在如果你们之后有这个机会来日本旅游的话 也许你走在路上随便问一个日本人 哎 你知道大员学员吗 对 他都会跟你说哎 他知道 因为在日本呢 如果你要就业的话 许多的学生都会选择进这个专门学校 那进专门学校就是为了要就业 所以大员的就职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为什么就职率会这么高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日本的公司行号呢 其实他们呢 登陆了非常多的这个求人情报在大员里面 那这个情报呢 其实不只是这个日本的学生可以使用 其实我们留学生都是可以一起使用的 好 那这边我在我想在台湾呢 有非常多的这个同学想要就是结束语言学校之后 就可以升到专门学校 那我跟大家简介一下这个目前大员专门学校呢 有招收留学生的相关的这个课程的部分 像是经营管理 饭店观光 旅行企划 或者是很有人气的这个游戏设计 漫画家的养成 还有这个借户福祉士等等 那如果您是从这个大员日本语学院就是毕业 然后升到这个大员专门学校的话 不管在学费上或者是奖学金的部分呢 都会有所减免以及获得 那么接下来呢 就跟大家介绍 我现在位处于东京的大员日本语学院 那就像刚才影片中说到的 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 启用了全新校舍 因为学生人数变多了 对 那也觉得应该要给大家更好的环境 所以我们呢 从这个土地啊到建物啊 全部都是大员日本语学院自己的 总共有10层楼的这个建物 那里面的设备呢 也都是全新的 那学校的位置 我来跟大家简介说明一下啊 这一条线呢 是我们学校在绿色的这一条 是都营新宿线的部分 那这边呢 是一个船绝的车站 那学校呢 刚才影片中也有看到 从船绝车站到大员日本语学院呢 走路只要三分钟的时间 非常非常的近 那我们现在位于呢 这个比较安静的地区 跟之前的校舍比起来 那我想这里呢 非常非常适合 如果你要来日本升学 或者是想要把语言学好的学生 这个环境里 那我想就是玩乐啊 或者是旅游等等 对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大家会觉得说 哎 那搬到这个地方 会不会我离这个市中心就很远 其实不会 从这个船绝车站呢 其实你可以直接搭都营新宿线 就可以到秋叶园 或者是东京等等 或者到新宿等等 进市中心大约只要25分钟 我相信台湾的朋友们就是 常常也来这个日本玩嘛 所以25分钟的车程 其实对大家来讲是非常的近的 那接下来呢 我跟大家说明一下 这个大员日本语学校 这个学校的优势哈 首先第一个呢 因为学校是学校法人 所以呢 可以买这个学生月票的部分 真的不要小看这个学生月票哦 其实他 哦 这样子算算一个月呢 你可以省了将近一半的花费 如果你没有买这个学生月票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享有这个五折的优惠 那学校还有其他 譬如说 你这个寒假暑假 你要去其他的 譬如说关西啊 或者是北海道进行一些学校参访等等 学校都有相关的这个车票的优惠 都可以购买 另外一个就是学费便宜的部分啊 我们学费的一整年呢 是日币75万日币 那可以分半年半年缴交 呃 我想就是在学 呃 在大员里面 其实有非常多的学生 嗯 呃 可能对 他会用这个分期的部分 一部分先缴交 那另外一部分呢 因为日本现在呃 也打工也非常容易 他可以缴交自己用打工的部分 缴交下半期的学费啊 这都是非常普遍的 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升学率非常高的部分哈 等一下这部分 我也会另外再跟大家做说明 因为我们学校设有这个大学 还有硕士的专门班 嗯 那设备新颖就是不用说啦 因为我们就是钢班家嘛 对 刚刚大家影片中也都有看到 那另外一个就是就职应援的部分 不只是这个专门学校的 我们有很多的相关的资讯可以利用之外呢 学校也设有就职班 那么今年呢 学校也会开始这个申请 呃 学校可以成为这个职业介绍中心的部分 对 除了这些手续在日本需要一段时间 大概两个月左右 那我想等大家明年来的时候呢 对 如果你是想要来日本就职的话 学校的这一部分可以提供的资讯就会更广泛 那最后一个呢 短期课程的部分 呃 这个对台湾同学我想是非常的有吸引力 因为我们随时都可以买机票 然后就有享有90天的这个观光签证嘛 所以也许你可以来日本就是 就是来学校读这个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 或者是一个月的这个课程 呃 都随时欢迎你可以过来就是体验一下 这个在日本上这个课程的这个情况环境是怎么样 然后也许你可以再考虑看看 要不要申请长期的留学生签证 那我们短期课程是随时都可以插班的 这个不用担心 那另外另外呢 就是因为现在 呃 日本对台湾的打工度假签证开放 也已经增加到1万人了嘛 所以这个申请也非常容易 那如果你持有打工度假的这个签证 那来我们学校的话呢 可以享用这个两周的学费免费优惠 我想应该对大家两周的学费优惠其实非常多耶 差不多快要这个一个月的房租生活费等等 所以呢 欢迎大家就是拿到打工度假签证 如果你希望呢 找到可以使用日文的这个打工机会呢 那你希望把自己的日语程度再提升一点呢 都非常欢迎大家来我们学校就是做相关的学习 那另外呢 对不起 这边呢 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学校的国籍比例呢 目前是台湾 中国 越南 俄罗斯 乌克兰等等 那大家可以做参考 对 学校真的非常国籍非常多样化 所以你来了之后也可以认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 那接下来呢 对 我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我们这三个大学升学班 大学院呢 就是硕士升学班 还有就职专门班的这三个特别的班级 大学升学班的部分呢 对 如果你就是在台湾高中毕业 或者你想要再来读一次大学的学生都可以 对 所以大概是我们从星期一到这个星期五呢 我们的课程的部分 大家可以稍微做一下参考 因为大学的部分呢 除了大家很熟悉的JLPT的考试之外呢 其实有一个叫日本留学生事业 是EJU的部分 那我们其实大学呢 升学班 这部分会特别特别的加强 那我们一直以来 这个不管是在国立大学和私立大学 我们的成果都非常非常的好 那接下来大学院硕士升学班的部分呢 这是我们一整年的课程部分 从每一年的四月份到隔年的三月份的部分 那这部分我非常推荐的 非常这个推荐的部分是 因为我们一直以来 其实这个班级的班导师和所有的 从这个班级毕业的学长姐们 都有非常强的联系能力 所以如果你想考的学校 或者是相关的你想进的专业 跟之前的这个学长姐是一样的话 其实老师都可以帮你做相关的推荐 或者请学长姐帮你问一下 就是在他们学校的这个相关的教授 有没有就是可以直接联系 或者是你可以写信件 直接问这个教授 我们这方面都提供的非常好 那通常呢 大学院会在每一年的12月份的时候呢 你大概就会决定你考不上考不上 那我们学校就是这方面做的非常好的部分是 就算你考上了老师也不会就是 让你放牛吃草 就是在一月份到三月份的时候 因为在你要进大学院这个硕士的时候 必须提升你这个学术交流的能力 所以老师会在这一部分就是 学术上的在日本呢 学术到你进的研究所用的学术的语言 跟你平常就是我们学的这个日语 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老师这一部分会特别的帮大家加强提升 那我们进行了这几年以来 这个班级的成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接下来和大家介绍最后一个我们专门的班级 对台湾的学生也非常非常有魅力的是 就职专门班 那这边也列了一年的行程 从每年的四月到三月份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其实日本人呢不管是日本的就职者或者是外国人 这方面的自我分析 业界分析 还有几种分析呢 老师会在这里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和大家做沟通 因为这部分一旦你就是分析之后 其实非常的准确 然后你再去就职面谈 其实这部分成功的机率非常的高 那相关的面试指导 对我们在你就是都还会帮你准备就是你入社之前 可能你要进行电话或者是相关的信件书写这部分 都会帮你进行训练 那这里呢是我列的稍微我们这两年就是比较有名的 对这个相关同学就是进去的产业 大家可以做一下参考 那这四边是学校的设备的部分 我想刚才大家在影片当中也都有看到了 对那这边呢其实对学校的设备非常辛苦 都非常欢迎大家 如果你只是利用观光签证想要来参观一下学校都欢迎你 对可以在学校的对Facebook留言 或者是跟学校联系都没有关系 对在学校的设备的部分 嗯那这个大教室啊 我特别有放人在里面是因为呢 我们常常会利用这个大教室进行一些相关的企业说明会 或者是同学在就职的期间啊 西装要怎么穿或者是相关的求知礼仪等等 我们都会进行相关的讲座 那这边呢在学校呢除了对啊 学习非常重要之外 其实学习的活动也 学校的相关的活动我想同学也非常的在意啊 那我们学校一直以来都有大学或专门学校的课程体验 那这个部分是声优的配音的体验 那这部分这个是导演的 我记得是对导演的相关的体验部分 那这个看成这个是欧卡西 对就是做饼干的 那学校的文化体验部分当然也是不能少 对我们大概会配合每个季节 然后开出不一样的这个文化的相关体验课程 嗯啊那这个同学呢对这是歌舞技的 对这也是台湾的同学 对我没有记错 虽然他画成这样 对啊那这个同学呢也是成功就职 对成功就职 我记得因为现在在台湾 我知道也非常多的日商企业 直接在台湾可以呃面试 那我记得他那时候是在呃 还在学校的时候就用line in 然后跟日本的公司做面试 然后毕业之后就回台湾的日商就职了 嗯那另外就是学校的相关活动 像是演讲大会的部分 啊对这也是台湾的女孩 呃她现在也成功在这个日本就职 嗯啊还有许多的交流活动 然后跟呃附近的居民做交流 对这是我们所有的非常多的国籍的学生 在跟江湖川区附近的居民做交流的部分 那还有大家最喜欢的校外学习 对啊我们去了迪士尼富士吉乐园 还有呃博物馆等等 对那这边呢我想大家也会很在意啊 就是你来学校日本之后呢要住哪里 那现在其实在日本非常流行的台湾学生呢 非常有人气的是这个sharehouse的部分 就是一间房间呃就是一个房子 然后里面可能有三间房四间房 那大家的这个呃厨房还有卫浴设备是共用的 但是大家就住在一起啊 这是我们有合作的宿舍的部分 那另外如果你的家人会担心就是有没有人管你的话 我们有另外一个宿舍也是有寮长常住 这个对于台湾的学生也非常的有人气 嗯那像这两个宿舍的部分 因为sharehouse对于日本人来说 其实也比较便宜 所以呢通常在里面也非常多的日本人 会跟你一起同住 好那今天就是我的对于学校的介绍的部分 那非常非常就是期待可以明年的时候 对跟大家相约在东京 对非常感谢大家 对好那我刚才有说 我今天有准备一个这个小小的特别来宾对吗 我来看一下他现在上线了没有 哦 嗨 嗨 嗨 这是朱婷和智瑶 嗨 嗨大家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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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好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了 对 对你们是而且你们是三年前毕业对吗 嗯 三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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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 两年前 三年前吗 然后 对对对对 两年前毕业对 对 就是大家介绍一下他们两位 是在日本语学校读了一年之后 然后到了专门学校设计的相关的专门学校 嗯 然后今年是专门学校毕业 然后就 趁着毕业就是回台湾 等来玩一下 就没想到 对就是 完了之后就 目前还回不来的一个状态 对 好 那我这边呢 对要请这个 我对这个智瑶啊 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我记得有就是应该是三年前 然后我们去台湾办留学展的时候吗 嗯嗯 对 那好像是 对四年前办留学展 然后隔一年入学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好 然后智瑶呢 就拿着 对他拿着一个 纸条 然后就一直走向我们的这个这个柜台这里 然后就说我做了功课 我总共选了三个学校对吧 是吗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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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想请他两个学校啦 好 OK 三个学校啊 我今天要来了解一下大元 对 那我想你之后应该也有去了解其他两所学校 嗯 嗯 那为什么最后 对 你选择 你们选择了大元 嗯 我想一想哦 是 是 时间有点久远 但我记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就是像心上有讲 就是 嗯 通学卷 哦 对对对 就是这个 这个 学校马人通学卷 对对对对 因为 其实台湾比较没有这个制度吧 我想 嗯 其实当入学了以后 在那边生活 跟其他在那边呃念书的朋友们一比较 就是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是差距非常的大 嗯 对对 就是因为我们生活费省很多 对对 因为日本的那个通学卷很特别 因为台湾没有这种东西就是 它是你只要在从你家到学校那一段 路里 假如里面有10站好 那10站你下车是不限次数的 嗯 所以像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会经过新速 所以我们就很常下课就跑去新速闲晃一下什么的 就完全 我们还是有好好的学习 对 就完全不用额外花车费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很棒 就是 对对对 嗯 然后还有什么另外的 嗯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就是地理位置吧 当初也是觉得地理位置很方便 当然现在到到船局我也是觉得一定程度上还是很方便的 嗯 就是到达的 其实离市区还是很 对 而且就是当时我比较其他学校都是距离车站有一定程度的距离 对 我记得是这样子 嗯 所以 对台湾人来讲 就下车就不想走路 对对对 我也是 对 而且 而且现在船局大概只要走三分钟所以更快 对啊很近欸 那应该就在车站旁边吧 对 一下车其实就看到 对 好方便 嗯 还有什么 我记得那个时候 而且因为 我自己是没有做什么功课 然后就是跟着他 然后还有他弟弟一起嘛 然后 所以那时候 我是 那时候就是走到大圆的摊位的时候 就觉得欣赏超亲切的 然后就觉得大圆太很安心 对对对 这种朋友我没有弄过啊 哈哈哈 他说我很亲切 好 那因为每一次有什么问题找你都可以 得到很很适当的帮助 觉得真的很开心 你记得 没有就是 我那个时候有大概做比较就是 如果说 嗯好 这三家学校的 比方说升升学率啊 因为我们是要继续升学嘛 对这三家学校升学率 如果都是在八九十趴的话 然后大圆就相对来说 学费比另外 两个学校 亲民的许多 这也是其中一个蛮 对我来说蛮重要的点啊 没错 大概是这个样子 了解 然后之后你们就是真的来日语学校学习了一年吗 我记得那时候你们是从 你们班是从RUO吗 大家日本语第一课吗 你们是 对对对 对对对 这个要跟台湾的朋友们说一下 就是大家日本语大家 在台湾其实也都学过了 他学了25对吧 25课左右应该有学吧 对 有学到 对 有有有有差不多 总共是五十四十九还是 对 好像四十九还是四十八是不是 对 反正我们大概学到一半差不多 对 但是这个在台湾有学啊 不代表你会用 对吧 对对 所以呢 嗯 来日本就是 虽然重新学过了一次 对 对 对 我记得说分班考测验的时候 我超级紧张 然后老师问我什么 我没有一个听得懂的 就是 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 我一定要被分到就是 基础班 但然后来是基础班啦 然后一开始也真的很 很害怕 而且因为原本我们就是打算 就是念一年 然后就要就是去念专门学校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一年真的够吗 就是 我觉得我一年好像还考不上 N2 考不上N2 就那时候 大部分专门学校外国人的要求 都是要考N2 然后 起码要 起码要N2以上 然后研究所的话就是一定要N1吧 对 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完蛋了 我现在还在R1O 为什么可能 那因为我们是四月入学嘛 对 四月入学 四月入学 然后所以变成我们要在隔一年的四月前 就一定要有学校 那时候就觉得真的很 慌张嘛 就是 对 不可能 而且就是因为如果要考 考JLPT就是七月跟十二月嘛 对 年中一次年尾一次 年中那次绝对不可能 那才开始上课三个月怎么可能考 可是年尾那次我们也是觉得 那时候也是觉得很不踏实 怎么可能 当然还是报了 后来我们还是有考过 对 我们还是考过 对 然后之前真的很忐忑 然后 我觉得我们遇到的就是大远的老师 人真的都非常的好 就是因为 都知道我们本来就是基础 有 R1OO有备好 仅此而已 我的情况的话就是我在台湾本身就学过日文 然后我边工作然后边学断断续续大概一年多这样 但确实像县长讲的一样就是你在台湾学的跟在日本用是两码子事情 对 所以即使我到了日本我也还是跟朱同学一样都是从R1OO的班族开始 那对我来说当然是个打击啦 可是一年下来最后我也还是考到了R1OO 然后顺利的升到专门学校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环境之下 然后大远日本人的老师这样带 我觉得还就算稳定踏实的渐渐升级的感觉吗 有这种感觉 而且我后来就是因为我们不是都因为学校的介绍 然后我们参加很多那种 那叫什么 升学展吗 就是在那边看一些 然后 就是如果那些专门学校或是一些大学院 然后听到我们是大员的 都 就是 不能说他就是 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他还蛮认可这个学校的 就是你一听 就是他我可能说我是就是O'Hara Gakuin的学生 然后他就会他就会有一种觉得 哦 你们是那个学校的 这种感觉 那我们有合作啊 或者是他们觉得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都很不错 我就觉得那时候就让我觉得太好了 还要是学大员 好歹你选了一个很好的品牌 就很尴尬欸 那时候遇到几次就觉得还蛮蛮好的 对 选对了的感觉 对 那后来你们毕业之后 一年也就顺利升到了这个 专门学校吗 对 那现在结束了之后呢 我知道你们最后是要选择回台湾吗 因为你们一开始我知道你们当初来日本的时候 最后完全就是要回台湾 对了 那我想应该会有一些现在线上的学生吧 也是在考虑我到底是要来日本就业 或者是我只是要学个经验等等我要回去 那你们两位有没有什么意见要给前辈的身份 要给前辈的身份 都前辈的身份 我觉得要看自己念的是什么类型 因为像像这个陈同学 嗯 他的弟弟是在也是现在在日本念 然后他 顺带一提他也是大员毕业的 对他也是大员毕业的 对 一家人都大员 对 他就是游戏相关的 然后我们就觉得那你既然念这个你就很适合在日本就业 在日本学校继续打拼这样子 对 然后因为他玩我们一年嘛 然后所以他就是明年才会毕业 然后就在预计是在日本就职 对 但是我们念的是 我们念的是 建筑 我们念的是建筑跟室内设计 对 然后像我的话 我本来就是预期说我在日本学习了以后 然后把日本关于这个产业方面的一些优点啊 带回台湾 所以我本来的目的就是念完专门学校就回来 那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想要在日本就职或什么的 也是有它的优势 因为日本就职的环境跟台湾不一样 然后日本人重视的一些细节的部分 我觉得也可以在职场上好好的锻炼 锻炼到的感觉 对 所以虽然说你们两个比较没有在日本就职的打算 但是如果对 有这个想法的话 其实会很推荐就是后辈 对 之后想来日本留学的大家 如果有机会的话 也许可以试个三年四年左右 看看在决定要留下来或者是要回台湾都可以对吗 对 嗯 好 那最后最后 对 两位要不要给就是大家一些建议 目前还在犹豫要不要来 嗯好 主题说 就是刚才讲到大人的的时候 我就想到就是那时候我们要去 专门学校面试的时候 当然一定非常紧张 可是在日本绝对避免不了就是面试 不管什么都要面试 然后那时候 反正就是很紧张嘛 然后但大人的老师真的非常非常的帮忙 然后信赏也是就是帮我们看一些履历什么的 说真的我觉得台湾对于就是不管是公司或者是学校 对于履历的书写要求没有那么的严格 但是日本就是有一定 你什么东西一定要怎么写 就是非常但是我们不知道 那时候老师帮我们看信赏帮我们看 然后面试我记得我们好像好像练习两次 还是三次以上 就是就是原本我们的导师就是他刚好可能有事 他还找另外一个老师来先帮我们练习一次 所以我们还跟不同的老师练习过 我都觉得非常的就是有有 帮我们增加一点勇气 因为你面对的不同的不同的人 对然后还有服装的 对服装的要求啊然后什么样像 因为日本有很多像就是那种禁语类的 然后要怎么用然后要怎么讲 然后老师都会提醒我们 我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贴心嘛 就是对我们来说 因为如果是求职我觉得更更是需要 但是像我们是学生要等于说升学 但是大人都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我觉得如果是求职一定更更是加分 就是没有没有练好不会放你们出去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也不想查了自己的招牌 对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时候的就是练习 然后我觉得反而就是我们后来真的去学校面试的时候 我觉得就当然还是很紧张 可是那个紧张的程度就有比较降低 因为就会觉得说啊其实这些好像 都是练习过的东西 都是练习过的 因为其实大家会问的问题 其实就是那些对 然后所以事前老师都有先帮我们讲说 哎你遇到这个你要怎么回答 然后你要怎么样讲才不会让人家觉得你太矫情 或者是太没礼貌这样子 对我觉得很 是对我觉得真的蛮蛮 就是很替我们这些 对吧 因为我那天就突然想到我想说对那时候 嗯应该说其实到我毕业前 我都不觉得就是我的日文是非常的流利吗 我觉得那不是学校文 那是自己的压力文的感觉 就是会觉得好像自己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我真的要毕业了吗的那种感觉 但是那时候大人老师就还蛮会 我觉得会给我们很适当的鼓励嘛 然后心理建设 对心理建设 其实我们是做得到的 只是因为真的太紧张了 因为因为像我们才单一 一年嘛 然后就是感觉你接触这个语言 你连幼稚园小班 小班才刚到中班 我就开学校了 这种感觉 可是 后来再回想其实 那时候真的已经算是做了很足的准备了 对 对 纯粹是心理上 对心理上还是会觉得很紧张 对 当然 对 嗯 欸不行 这样子忘记姓神在刚刚问的问题是什么 哈哈 我很非常enjoy你们两个对 这谈话 对 对 我们下次你回来东京 我们可以再 对 好 好 那最后最后 对 你们有没有交给 对 对 接下来想要来日本留学的大家 嗯 句话 嗯 一点话 是不是 我 就我们两个的情况啊 我们两个的是 我们的留学生涯 基本上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嗯 然后在台湾 我们叫做防疫架嘛 对不对 台湾这段时间啊 其实 呃 时不时的都会回想到过去三年 在日本的时光吗 嗯 这么讲 即使我们才刚离开 但是已经开始怀念了 因为 呃 就我已经可以感受到的是 那一段时间已经会是 接下来的 人生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段 对 所以呃 如果还在犹豫的话 其实 真的没什么好犹豫的 因为毕竟 这也也许两两三年的留学时间 只在你人生中一小部分而已 但是你却会一直不停的回忆 然后 它也一定会成为 就是你接下来的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一段 这样子 嗯 对 说得很好 说得很好 谢谢 谢谢志瑶 都要哭了 哈哈哈 对啊 我就觉得 因为其实我们是很晚才出 就是 嗯 对我们 我们其实已经 我们是夫妻 然后我们是结了婚之后 我们才决定 而且我们还工作了两三年 工作三年多 对 然后就决定要 就是踏出这一步 然后就觉得 好险就是我们有踏出去 对 因为 说真的再更长更不可能 就是 等于说你 人就是 因为人生都有很多阶段嘛 现在那时候我们刚结婚 然后还是 还是就是两个人而已 所以就觉得说 欸 我们现在赶快出去闯一闯 以后 可能 就是如果现在不出去 以后真的没有机会 因为 你只会越来越不敢踏出那一步 所以我觉得好险 我们那个时候有踏出去 就是有去参加留学展 然后遇到信赛 对 然后我们就觉得好 我们就要 就是真的要踏上这个留学之旅 然后现在真的觉得好险 我们有做这个决定 因为这个真的是 如果不做 我觉得以后一定会觉得很后悔 就是 不要后悔各位学弟们 不要后悔 就是会觉得 这个 这个经验真的是 非常的可贵 就是在未来的人生中 可能体验不到的 对 对 而且日本又离我们这么近 对啊 对 突然间想假的时候 随时都可以回去 对 没错 这是来日本留学的优点 对 我们每次放假 或者爸妈也可以到日本玩 对对 对啊 好 今天非常谢谢朱婷还有志瑶 对 也真的好久没跟你们两个聊天 对啊 下次回来收拾心力的时候 对 房子还没 还没许 对对对 好 许愿的时候我们再约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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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非常谢谢我们的毕业生 对 我看到他们两个都非常的ganky 非常有元气 我真的非常的开心 对 真的 我都在后面偷偷的哭 不是 很感动 而且 想到当初自己 十几年前的留学经验 对 因为我觉得真的留学还蛮宝贵的 然后还有真的是碰到第一个在学校的可能像有台湾籍的职员这样子的协助 那真的是人生地不熟 当然去观光很多次 可是你可能当今天是转换成留学生的身份 你到这个地方 然后开始比较长时间生活 其实真的不一样 而且真的一开始是很辛苦的 对 对 对 所以像有台湾籍的职员 像沈小姐这样子 就是在学校里面服务 然后可能照顾这些同学 不管是哪一个国籍的同学都都一样 就是这样子的照顾来说的话 其实在留学生的立场来说的话 真的是会还蛮安心的 对 那今天的神秘嘉宾真的很宝贵 也谢谢这个 真的太棒了 对 是 好 那我们接下来接到Q&A吗 对 对 麻烦您 好 那我们来确认一下 像刚才那个毕业生是都有说 就是学校老师啊 或者是说像沈老师非常的亲切 那真的就是有学生留言 上远的老师非常亲切 这应该是五年前的毕业生 对对对 其实一定要强调 不管是说可能事务所的老师 或者是说在学校教学的日语老师 亲切 然后可能在教学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会让学生真的是非常的安心 然后就是跟着老师去学习这样子 那不晓得是说可能像现在啊 在学校的老师大概几位 或者是说可能像会讲中文的 像事务所人员协助的话这样子 大概几位 目前在大圆呢 就是教日文的日本老师 就是包括专任老师 还有这个我们所谓的非常亲的老师 总共是70位左右 对所以我们学校老师是非常非常的充足 那会讲中文的老师呢 目前学校有台湾有两位的台湾籍职员 对 然后另外有一位是中国籍的老师 对 总共三位会讲中文的部分 是 了解 就是真的是让人家会觉得还蛮安心的这样子 对 是 那刚才有一位同学 因为他听了线上直播 然后他比较就是不太希望他公开他的资讯 那他是在我们日本春的line上面留言是说 他想要询问一下是说像 刚才有看到 听到一些学校老师的介绍 他想要询问一下是说像学校的上课时间 然后还有课程的分班这样子 嗯 学校的上课的时间呢 都是半天班的部分 然后早上的是从9点到12点10分 那下午班的话是从这个1点10分到 1点到这个4点10分的部分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这个半天课程 因为我们学校比较严格 每一天都会有作业 所以你得留时间去写作业 然后每一天都会有这个不管是小考试或大考试 对所以你得回家准备 那另外就是啊这个打工的部分 其实我非常就是赞成学生留学生在日本打工 现在台湾学生来日本打工 当然一部分可能为了减少父母的经济费单 另外很大一部分的学生是为了增加口语上的练习 还有真的跟日本人做相关的这个议会的练习 所以如果是半天班的部分 其实对于这个自己的文化体验和日本的交流 我觉得也非常棒 是了解 分班的部分呢 对 我们学校是不管在台湾就考上了JLBTN级 我们到学校之后还是会做分班的测验 不管是笔试还是跟老师的面试 对 然后针对我们学校的分班的测验之后呢 会把你分到适合的班级 对 是了解 其实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经验 也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像很多同学 真的其实像刚才的那个毕业生陈同学 他有提到是说 他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学过日文 然后学了蛮久了 然后真的到日本之后 其实往往通过分班考试 进去的班级的程度都会比自己预想的可能班级 还要在第一期或两期 那这个对我们来说的话 其实会希望是说可能像学生是比较保持是 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算是从头学习 然后还有要去记得是说 其实在日本的学校真的是比较强调是说 可能沟通还有你实际上的运用 对 对 因为台湾的同学会有小聪明 会觉得这个汉字 不行不行不行 所以学校还蛮严格的 真的是会从汉字开始 开始纠正这样子吗 对我们学校也有汉字课程 对汉字也是会考试 对有的些台湾学生的确会不耐烦 我知道 但是那些小小的一点点的不一样 其实这就是日本的社会没有办法 你如果连从这个汉字 或者是这个汉字的如何念 都没有办法好好学习的话 其实要融入日本的社会 会真的有一点点难 对尤其是说之后可能会面对像一开始的 可能要升学的理律书 然后入学申请书的填写什么的 还有你真的进入职场之后 人家觉得你的字怎么写 写不对了 就会觉得好像就是那个印象分数 或者是说可能你对整个人的做事态度 就会扣分这样子 所以这个真的是 从语言学校里面要慢慢的开始 开始有这样子的心态 对 这个对日本的买奖真的非常重要 对那也谢谢就是学校 可能从这样一点一滴的开始教学这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学生有问到是说 如果在入学的时候 像可能他还没有明确的 就是决定自己说可能将来想要做什么 比方说他可能考虑就职 可是他好像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样就职的技能 那是不是念专门学校 就是都还没有决定的同学的话 是不是也可以参与这样子的 就是可能一开始的日语课程 那当然还有刚才像你提到的是说 我这样子的课程那针对是说我想要进去这样子的 比方说将来目标是就职 那进去就职对策班 有没有想需要日文先到什么样的程度 才能参与这个班这样子 那再麻烦沈小姐回复 嗯好 其实还蛮多台湾的学生 我必须说可能一开始就是喜欢来日本旅游 大家很多人一开始的这个想法都是这样子 一切蛮多学生一开始来的时候可能没有目标 我只是首先想把日文学好 学好之后我再看看我之后能够有什么打算 那通常来了之后我们每一个班级都会配一个班导师 那班导师一定会就是在你三个月以内一定会跟你这个做面谈 然后把你就是之后想在日本的半年以及一年的相关的规划 会帮你一起做好这个你未来的选择 如果你当然也考虑到学生的经济的能力会一起放进去一起考虑 以及台湾学生可能有一些在台湾已经有相关的就职经验 老师也会一起考虑 然后针对这些综合的考虑之后老师会给建议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专门学校 或者是你在台湾的相关的经验 也许你已经可以试试看一年之后你要不要就职 或者是一年之后你可以先进就职班 然后再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再去就职等等 这个部分所有的班导师都会协助大家来一起做规划 那刚才就是讲到的可能有三个班级的部分 可能大学升学班的这个部分会比较特别一点 对这个老师主要会看你因为大学考大学的部分 除了日语还有文科理科数学英文等等 这方面可能要综合的判断 但如果是譬如说台湾人比较 台湾的同学比较在意的这个就职班 通常我们的要进这个班级的程度 要有N3到N2之间的程度 当然我们进去的时候会做比试 还有这个相关的老师会请你写 相关你未来的目标计划 然后跟你进行做面试 对如果通过了这两个我想进来就没有问题 是了解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进去的时候 就是先把自己的日文能力加强 然后慢慢的带单 可能这样跟沈老师 或者是说跟你自己的班老师 然后去做沟通去做确认这样子 对那这边的话其实像我自己的经验 还有就是说之前碰到蛮多的同学来说的话 其实真的是要跟大家说你已经到日本留学了 所以请一定要积极 因为你只要有积极的去问 那那个东西就是你的 对因为感觉如果没有问的话 你自己没有去去明确的去去找寻 你自己将来想要的方向的话 其实一年很快就过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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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还蛮可怕的 对那确实是说像刚才的那个神秘嘉宾毕业生讲的是说 其实一年了会觉得好像自己好像还没有学到什么 对那真正的开始的话真的是毕业之后 毕业之后 毕业之后 对那也真的是 所以真的是要从一开始把基础打稳 然后慢慢的慢慢的上来这样子 然后慢慢的找寻自己的目标 然后明确的去往自己的目标去迈进这样子 是好那今天的话主要线上的问题应该就到这边结束 然后不晓得沈小姐有没有特别想要再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说可能像说明的 对 对现在我想就是大家可能都会在考虑明年的这个1月升和4月升的部分 对那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 如果你想要来日本留学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对明年的1月和4月的部分 对那现在这段时间在台湾对把你的日语基础稍微做提升 然后如果你需要家人的方面的知识的话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 对好好的跟家人讨论一下你未来的这个留学的方向 那最后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句话对 就是就像刚才毕业生讲的会有对自己很多怀疑 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啊你要离开家你才可以看见自己的实力 所以欢迎非常欢迎大家来日本来大远 是谢谢你非常宝贵的经验就是离开家里到国外去 然后增加你不同的视野 那你跟人家的讲话的内容的就是那个深度也会加强这样子 那非常谢谢今天陈小姐的说明 非常谢谢日本春 是谢谢那我们非常期待下一次还有机会可以举办这样子的线上说明会 好谢谢 那这边的话跟大家说明一下是如果后续啊 针对学校有什么样不了解的地方 都欢迎可以加入我们日本春的Live官方客服 那我们会帮你引导到日本春的客服小帮手 那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对他 那如果是想要学 收取学校的最新的简章 比方说详细的课程的资讯 那还有或者是说可能像费用的说明这样子 都可以欢迎跟我们洽询 我们这边会邮寄给大家这样子 那最后我们很舍不得的今天的线上说明会就预定到这边结束 那再一次谢谢沈老师的一个说明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下次再见 那我们期待有快点再跟沈老师见面这样子 好再见再见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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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